网络游戏在中国大陆用户达6.7亿人 市场收入超过3000亿人民币 但是官方又打算介入整治 22号推出草案 除了不能危害股安 更禁止诱导性奖励 禁止道具高价交易 禁止诱导过度消费 要设定除值上限 警示非理性消费 未成年分年纪设定消费上限 但是除值广告 是网络游戏主要收入 一旦全部落实将影响获利 因此22号消息一出 腾讯在港股跌幅超过15% 网易重挫将近30% 创下最大盘中跌幅记录 两家头部游戏大厂 市值至少蒸发超过5046亿港元 约4603亿元 以市值来看 这一天腾讯已经跌掉了一个京东 而网易直接跌掉了四个地站 两家笼筒游戏场市值瞬间蒸发超过2.2兆台币 引起上海一家投资公司董事长批评 这边就是那边搞事 这种经营环境还能生存投资吗 为啥不能营造宽松的经商环境 甚至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也破空 股市更远一点回暖又被浇冷水 但是已经山稳了 内媒引述腾讯游戏副总裁张艾说 新管理办法徵求意见稿 对游戏商业模式 营运节奏等的关键要素 并没有本身改变 认为做法有利游戏行业 有罪健康发展 中国大陆游戏类股暴跌 连带冲击港股 22日收盘 恒生指数下跌280点 再度令人对港股失去信心 TVBS上期前期陈永文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